同样是明星找普通人蹭饭 为什么东北演员和嫩鱼顶楼的差距这么大 这一幕出自东北特色综艺 惊叹俱乐部 这一期赵家班来到幸福感指数超高的延吉 为了和延吉市民拼拼感情 导演组安排他们两两一组去找路人蹭饭 而杨树林王小虎这座任务是 要找三位以上的出租车司机蹭饭 本来杨树林还担心这个时间点司机师傅们都在跑活 没想到出去之后正好路边有辆出租车停着 两人便向司机师傅说明了情况 询问能不能到他们平时吃饭的地方一起吃个午饭 但师傅担心自己平常吃饭的小店太日常会不太体面 看到杨树林王小虎的表态 师傅欣然同意了 上车后他们发现身后也有一辆出租车 在王小虎的礼貌询问下 师傅也很爽快的答应了 王小虎乘胜追击 跑到后面询问第三辆 但这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也许是担心有镜头在会不自在 师傅一口拒绝 王小虎也没有不高兴 礼貌的跟师傅到先后告别 但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第三位师傅离开时 路过杨树林和其他两位师傅 没想到拒绝吃饭的这位师傅 和第一位司机师傅是好哥们 有这关系在自然就不用担心了 人聚齐之后他们静止走向一家面馆 虽然店面不大但却干净且温馨 经过这一路的简单相处 司机师傅给大家介绍面前的小菜时 也逐渐打开了画匣子 看着眼前买买一桌菜 杨树林忍不住感叹 对比他们的松弛感 对面的司机师傅们却显得有些拘谨 师傅表示很荣幸地和他们一起吃饭 但杨树林并不这么觉得 在他们眼里明星演员都只是一个职业 并不会因此而给自己带来多么特殊的光环 而他们与司机师傅的区别也仅仅是职业不同而已 职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幸福的生活离不开各行各业的付出 而另一边文松为了能跟路人蹭顿饭 更是费尽口舌 一范高行商发言把夫妻俩说得合不拢嘴 说到眉毛文松又借着些广困开玩笑 瞬间将气氛活跃了起来 没有一点戳进的尴尬与拘谨 而这档真人秀之所以被网友评为 只有真人没有秀 也是因为他们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 没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而同样是到素人家蹭饭 王主兰和范甜甜的表现 却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先是随机拨通了一户人的电话 紧接着进行了一段高高栽上的自我介绍 但电话那头以家里没认为又拒绝了 正常人都会顺着台阶下来表示打扰了 偏偏王主兰上纲上线 家里没人那你呢 这盛气离人的态度哪里像是来蹭饭的 而当身边有人路过没有认住他们时 王主兰表示大为不解 他觉得自己是大明星 怎么会有人对他如此愣淡 在外面你看 就带着很容易 哎呀王主兰 哎呀外面 真的 有没有搞错 凭什么所有人都要认识你啊 难道明星就高人一等吗 果然普通人共情不了208万 208万也共情不了普通人 就是 包括